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在哪里?在哪里有好多的鱼?是在饭桌上吗?还是在鱼缸里面?还是在海底世界?都不是啊!我们来看看今天的故事 这一天,耶稣在岸边教导人的时候,有两艘渔船就靠在附近 耶稣走上了属于西门的渔船,并且请他把渔船划得离岸边远一点 这样就能让更多的人看见他 耶稣就坐在船上,其他的人都坐在岸边听耶稣讲道 耶稣讲完了之后呢,他就请西门把船划到海中间比较深的地方 西门就照着坐了 然后耶稣就吩咐西门说 现在把你的鱼网撒到海里去捕一些鱼吧 西门跟耶稣说,耶稣啊,我们一整夜都在这里附近捕鱼 他已经筋疲力尽了,可是我们一条鱼都捕不到耶 西门和他的朋友可是专业的渔夫哦 他们已经努力了一整晚都没有收获 现在耶稣竟然叫他们做多一次工耶 他们能捕到鱼吗 但是西门啊,他却很愿意的听耶稣的话 他照着耶稣的吩咐去做了 他把鱼网撒到海里去了 当西门把鱼网撒下去之后 哇哦,鱼网竟然都装满了数以百计的鱼耶 鱼多得好重好重啊 撑到鱼网都快被撑破了 哇,西门好惊讶 他赶紧呼叫他的渔夫同伴们 嘿,快点过来,快点过来 雅各和约翰在海的另一边 他们听见了西门的呼唤 就把另外一艘船也开过来 一起帮忙把鱼网拉上来 他们一把鱼网拉到船上去的时候 船就开始往下沉了一点 因为啊,鱼实在太多太多了 这几位专业的渔夫 他们从来没有捕过那么多的鱼呢 看到这么多的鱼 他们又想到 前一晚他们那么努力 在同一个地方 怎么连一个鱼的影子都没有呢 哦,西门知道 这绝对是耶稣的奇妙能力 哇,小朋友 我们今天又看到了多一个 王子耶稣的奇妙能力 但是你们有没有发现 耶稣很有能力 也得要有西门的顺服哦 如果西门不愿意听耶稣的话 那耶稣的能力就不能显现出来了 对吗 当别人要提供我们帮助的时候 我们也要一起愿意配合才行哦 好,小朋友 今天的故事时间就到这里啦 同样的 找到今天11天的手工纸张 彩上颜色 然后把它剪出来 黏在我们的圣诞装饰上 我们的圣诞装饰 是不是已经越来越丰富了呢 好,我们明天同样时间见哦 拜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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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拜拜